大家好,我是袋鼠哥,袋鼠哥 大家都应该知道 现在呢,Curry穿的球鞋是Under Armor的 而Curry现在正在和Under Armor合作吧 但是大家知道Curry以前曾跟Nike有合约吗? Curry一进联盟 他就决定了要跟Nike合作了 他一开始也真的跟Nike合作了 因为Curry他身边的人都跟Nike有关系 连他自己在大学时也穿Nike 而且Nike品牌最大嘛 所以他当然就直接决定和Nike签下了为期四年的合约 四年过后了 Curry可以决定他要重新跟哪一个品牌合作 当然也包括Nike以及Under Armor 但四年过后 虽然Curry还是一直受伤病困扰 但他已经变得蛮厉害了 所以Nike当然有必要要再签下Curry 所以Nike就帮Curry还有他的父亲举办了一场面谈会议 要讨论有关Nike的签约 Nike签约的球员时会分阶级来签约 而Curry就没有在他们的最高阶级里 所以很明显Nike并没有把Curry放在眼里 而且Nike也没把Curry当作重点球员 因为比Curry晚加入联盟的Curry Irving 还有Antoni Davis 他们都有自己的青少年训练影 而Curry却没有 而且他们犯的下一个错误是 Nike再度签约时 只给Curry很少钱 而小品牌的Under Armor却比较大方 虽然我忘记实际数字了 接着这些都还不是最严重的 最瞎的是Nike和Curry的面谈会议里面 有一张幻灯片 竟然出现Kevin Durant的名字 代表Nike根本没有把Curry放在第一优先 而是前面已经有人了 他是第二顺位的 而且呢 这样你很不尊重那个NBA球员 你正在跟一个球星签约 结果你把别人的名字给放上来了 你没办法为这件事情做一个好的解释吧 接下来 简报者竟然没有正确发音Curry的名字 他叫Curry Stephan Curry 从那刻起Curry还有他爸爸就对简报失去了兴趣 后来Curry也和Under Armor顺利签约 Curry一人把小小的Under Armor的品牌变得非常知名 好了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最后记得订阅 按赞加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